我们刚刚谈到了欧洲 就不能不提到英国 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 我们先了解英国脱欧的问题之前 我们就应该先明白 到底英国什么时候加入欧盟的 英国加入欧盟 他是在1973年1月1日加入了欧盟 1975年全民在世公投来确认 我们要不要继续留在欧盟 这有没有感觉他很矫情 加入欧盟之后两年 你就觉得我加入好像不大理想 然后政客开始搞起事端 希望百姓支持他们脱离欧盟 当然最后是百姓觉得 我留在欧盟挺不错的 我们就留在欧盟 所以说这个国策的摇摆不定 基本上都是起自于民粹以及政治利益 因为加入欧盟 就有欧盟大框架上的法律 这样高傲的英国人就觉得 一个日不落帝国 凭什么我要跟你们的法律去走 所以入欧两年又进行公投 企图脱欧 而当时英国百姓还比较清楚一点 选择留在了欧盟 这里脱欧派的一个说法 在国际上就称作什么 疑欧派 怀疑欧盟派 而这种疑欧派不是只有单一政党有这样的状况 每一个政党里面多多少都有一个疑欧派的声音 这些疑欧派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反对英国把自己的权利移到欧洲 欧盟里面听他们的号令 并且要求他能够最好我们把英国圆满的有的政治权利 从欧盟再取回来 重新去实施 例如移民或是边境管制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我们要接他难民 可是英国本身的社会福利的一个负担就很重了 所以说他在接收难民 他就给的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 对不对 所以他就觉得很反对这件事情 而在时间到了2015年 当时的英国的执政长卡麦隆的政府 宣布了2016年再办一次脱欧的公投 结果脱欧派赢了 以51比上49 身为留欧派的卡麦隆 你们都这样讲 好吧 我不玩了 我辞职可以吧 此处不留言 必有留言处我不玩了 后来经历了 美意的政府 到现在的强生政府 才确定了2020年的12月31日 英国会正式的脱欧 严格来说 英国还蛮闹的 自己说要加入 然后后面又不甘心低头入欧 又要去闹一个硬脱欧 这个政治的游戏说的是民主 但是其实苦的都是小民百姓 选出来的政客 永远在唐廷街10号那边过得很滋润 不是这样子 而英国为什么要脱欧 除了英国的政客觉得要配合欧盟大框架的法律 以及配合欧盟的人权人道主义 要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 要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大家还要互相扶持 哪怕英国本身我这次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要帮忙到其他的欧盟国家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别家着火 凭什么我们要跟着救火 这把火称作欧债危机跟金融风暴 所以英国基本上来讲 这位绅士还是比较注重 至少门全学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英国的政客对于国内的百姓 在宣扬脱欧的论点 主轴是在于 英国脱欧之后 不用再向欧盟缴纳欧盟汇费 这根据统计 英国在脱欧之前的一年 大概是2018年 英国向欧盟缴纳的汇费是多少 各位可能不知道 他平均每一天高达2300万英镑 这个数字十分惊人 这个数字就是让政客去说服百姓 只要英国脱欧之后 就可以把这笔高昂的汇费 用在国内的建设的方面 但是民主政治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些政客告诉你的 永远是对他有利的那一面 另外一面的 他是选择性的 我还没有告诉你 他不是不跟你说 只是我还没有跟你说 政客永远没有跟百姓说的事情是 欧盟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第一大出口经济体 英国的总出口额的46.9% 都是出口给欧盟 而美国跟中国只在欧盟的11.9跟5.1 同时欧盟也是英国进口总额的52.3 就是英国国内所需要的资源 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欧盟 所以说当时特朗普就劝说强生 你要硬托欧 我会给你做生意 问题是美国的对英国的贸易额只有11.9% 跟欧盟的46.9%跟52.3% 是差的天差地别 所以说欧洲进口第一大来源还是欧盟 更别说凭借欧盟的身份 英国的金融服务体系更是欣欣向荣 而现在驻英国的各大银行团 都逃难性的逃出了英国 光大摩集团就移出了2000多亿欧元 一次法国的法兰克福 其他的包含花旗、扎打、高盛等大型银行 也将大部分的很多的业务 不能说全部 一部分的业务移到了法兰克福去 这对英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 但对法国来讲还不错 这种而英国的硬托欧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英国在没有跟其他欧盟主体 谈好了贸易协定 例如关税的优惠 或是一些互惠的贸易优惠 就离开了欧盟 然后其他事情等我离开欧盟之后 我再一个一个找我喜欢的朋友 我慢慢跟你去谈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硬托欧 也叫做无协议的托欧 而软托欧就是说 我现在跟这些欧盟的主体 已经谈好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们确保了我们脱欧之后 我们还是当好朋友 对不对 忠诚去国不无其名 我们还是好朋友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贸易条约 跟关税的优惠 目前这个方式是还在谈 但是比较难达成的事情 所以英国有很大的概率 在10天之后采取了硬托欧 也就是说脱欧之后 欧盟之间的低关税甚至零关税 就跟英国没有关系了 他们跟英国就产生了高额的关税 而且金融结算的部分 也会面临到许多的手续的问题产生 而最直接反映的是什么 就是英国将会面临到了快速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民生必需品将会大幅的涨价 而英国输出的商品将会面临到欧盟课征的关税 所以说英国商品的竞争力将会越来越低 我们简单来讲好了 就是你买东西变贵了 但是你生产出去的东西你卖不掉 就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只有老师看到吗 没有 现在英国大部分人也都看到了 所以是说现在英国跟欧盟的边界 它的通关的卡车已经延绵到看不到镜头 为什么因为无论百姓或是业者都疯狂的 疯狂的再疯狂的 极限疯狂的大量的去囤积任何一切物资 为什么 因为两周之后你就要疯狂的涨价了 而乌漏偏逢门前雨 英国的印脱欧又碰上了新冠疫情 导致了英国国内的景气 实在是低迷到一个低点 更别提这两天英国又面临到了病毒的变种 病毒的传播的能力比过去墙上了数倍 而景气的低点又带很低的地方 有多低 很多亚洲的华人以为欧美英国 他们是一个梦想中的国度 他们的制度 他们有英伦风范 他们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没错 老师去过英国 他真的不怎么美丽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美丽 就是湿湿两两的 其实也没那么美丽 但这个梦想的国度好像怎么样了 他都比亚洲甚至比中国好 你看中国土房子 英国土房子吗 没有 所以说英国多么美丽 是不是 所以说像王健林 对 黄阿玛他都是什么 不是王健林 他这种名字忘记了 反正黄阿玛他就是英国人 对不对 但是要知道 在日前 之前张铁林想起来 但是在日前 也就是12月16日 联合国归下的儿福单位 也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收到来自英国前线的急难同报 他说怎么样 赶快提拨了救助的应急预算 要救济英国里面的一万八千名 来自南伦敦的爱二学童 来度过他的寒冬 这个拨款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 成立以来 自诩为第一先进的国家的英国 史上第一次被联合国儿福单位 大规模的救济英国的儿童 当然本次对英国的儿童救济 初期的拨款与受众 造众的人数都不是很多 只有25万银镑 也只有1万8千个儿童 其主要的这些救援形式 除了现金拨款跟企业协调 比如说包含在他们社工里面倡议 包含的叫做什么 School Food Matter的合作 而且协调当地的蔬果商家 去捐赠1.2顿的新鲜水果 以补充这些儿童 他的营养均衡所需 各位 在英国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过得 像英伦小说一样 都是富裕的小康的过生活 很多地区的学童 一天他只能吃一餐 那一餐是什么 就是由学校提供的营养午餐 其他时候 这些学童在干嘛 他们放学了 只能在家里生活 在饥饿中活着 而疫情导致的学校的停课 就代表了这些学童已经断粮了 然而这些事情 难道英国的强生政府不知道吗 约翰逊政府不知道吗 他们知道 但是在社会团体希望约翰逊政府伸出援手的时候 首相本人却不断的抵制由政府出面 主动供餐给学童的政策的呼吁 为什么 因为首相认为政府已经给你的低收入的防疫补助 我为什么还要再给你营养午餐的补助 这个烂摊子如果揽回到政府头上 那么这些弱势的家庭 会不会更加的仰赖我们的社福单位的这些坏习惯 我们的坏习惯吃饱变成一个坏习惯 各位这就是英国 而这个所谓的坏习惯影响到的儿童 他数字不是一万八千 也不是两万 也不是一二十万 在英国有数百万的学童温饱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没有听错 这个数百万学童处于饥饿的状态的 他的地点不是在叙利亚 不是在中东 也不是在非洲 而是处在世界自认第一发展国家 大英帝国 那个女王所在的日不落帝国 而这些地区不一定是落后地区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南伦敦的地区 都有大量的学童 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 这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 包含了英国的英格兰足球明星拉斯福德 就是在饥饿中靠学校的营养午餐 才能活下来的人 不好意思 而英国政府还是决定罔顾民生的问题 冒着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让贫困的百姓更买不起食物跟衣服等等 民生物资的状况之下 还是坚持的应托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关乎了民族的荣耀 简单的说这是什么 那就是民粹说坦白的 而在联合国介入之后 这个首相强生以及约翰逊 才会突然改变态度 立刻投入了人道救援学童 至少在什么样 在圣诞节他们不要二肚子度过 就在圣诞节的那一天 其他时间再考虑看看 我们讨论讨论 而英国的强生政府 接受了美国蓬佩奥的劝导 排除了廉价的华为5G 利用香港的问题 这两两之间让跟中国交恶了 然后又跟欧盟来进行无协议的脱欧 现在特朗普又卸任了 之前答应他的FTA 后来会怎么做也不得而知 只能说老师的个人智慧可能比较不够 但是实在不知道 这个政府不叫做事 什么才叫做做事 这种举动跟大清朝的乾隆皇帝 做的闭关自首 到底有什么两样 是什么 他们都是自恃甚高 以为天下就是你有的正都有 你没有的正也有 中国近代怎么样败亡的 英美两国似乎也没有比较 记取他人的前车之鉴 而重复一样的事情 各位 如果是你 如果脱欧之后 物价至少涨两成 然后可能因为国家的政策 产业外移 你又会失业 而且你的儿子女儿一天只能吃那一餐 家里在冬天的时候 你暖气可能供应不起 因为政府给你的补助 你要嘛就买食物 然后缴不起暖气费用 你冷死 要嘛你缴了冷气费用 让你的小孩跟家庭温暖的饿死 但是这个政府很会在暖炉前面 给你讲述民族的光荣性的重要性 请问各位 你会真是遵守政府的决策 而是你会拥护这样的政府吗 大清的根子权乱 就是讲述这样的历史 扶清灭阳 清算斗争 斗到最后 北京城的百姓 给八国联军的军队带了路 当想到直接快速的 无防备的攻入了北京城 而这样的民粹 在川普的阵营 正在烧起熊熊的烈火 至少带大插员 阿波插等等媒体都是这样 而在英国唐宁街10号 也是这样的群情激愤 但是在那里以外的百姓 都破露在了寒冬之中 他们的权益又有谁会来保护呢 各位您说 好看各位什么